好 今天发生了地震 把大台北地区的民众 真的都被吓坏了 而在地震过后 新北市瑞芳的一处民宅 二楼的天花板就突然塌陷了 里头有一名12岁的女童 一度受困 所幸最后是顺利地救出了 外界联想是不是因为地震的影响 才造成了这起意外 区公所人员初步勘察之后发现 很有可能是因为乌龄老旧 再加上连日大雨才会酿货 至于是不是海沙屋 又或者是因为地震的影响呢 还要进一步调查 未在瑞芳一处民宅 房间内天花板塌陷 水泥块也从墙壁剥落 救援楼梯间也散落着 大大小小的水泥块 连日下雨屋主没有注意到 整个一个螺板 螺板磨水泥的部分 已经长年这些渗水 然后造成螺板已经都开始老化 东河街这处民宅 清晨六点四十五分 就在午夜这起地震过后 发生天花板塌陷意外 一度造成人员受困 十二岁小女童坐在沙发 双手紧握 看起来相当害怕 而家人赶快安抚情绪 女童当时人正好在房间里 房间塌陷 挡住房门 让她差点逃不出去 这起意外直接被联想是因为地震引起 也被列在地震灾害抢救记录里 不过主要原因除了屋林老旧 在这样连日大雨 天花板才会在地震过后 不堪复合塌陷 量货的原因为何 还有在相关人员进一步鉴定 记得综合报道